枪枪三人行 今天我给徐老师还有咱们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位老老师 也算老同事 我也是有来历的人 当年我是从广东电台出来的 广东电台我们小年轻刚分去的时候 我是少儿族 我真是从小孩到大 我最早做的是少儿节目 我们办公室对面有一个我们都特羡慕的客组 就是体育组 那时候他们都能够看比赛 经常能出国 这就是当年我们体育组的组长 人称老偏 老偏老偏 他这个姓我保证你是第一次听说 真的就是偏激的偏 偏激的偏 对 而且是原装的 户口本也这样 就按说这姓听上去是个会犯错误的姓 但是他名字起好了 就纠偏了 他叫偏正中 我一直没闹明白 这偏这姓怎么来历的 这个查不着 因为到我父亲这一带 我就去查过 我父亲都说不清楚 老家是哪里 老家是东北的 汉族 汉族 我估计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当了皇上 皇上给灭了 你得改头换面 要不就是什么呢 犯了大罪 是吧 还得反眼呢 不能姓内姓了 这都侠说完的好 一般都把自己家 山西有一个偏官 什么叫偏 这个官的名字叫偏官 有一种官职啊 不是 一个官口 官口 娘子官一样 有个官 为了这个 你们祖上守那官的 我专门请山西台的朋友 哥们你给我说说这个偏官 有没有来头 他说跟姓片的没关系 完了完了 啥都找不着了 咱们这个老片呢 要跟咱们呢 聊聊体育 因为他是我们台体育的大拿 而且咱们的这个总制片 有年 王有年先生 特别喜欢听他聊体育 而且就说 就听他那把声音呢 就直回票价 他也是广员播音系的 但是今天说说什么呢 我们徐老师昨天就憋着 等您来 他是个球迷 但凌晨几点钟看的 欧冠 切尔西 拜仁慕尼费 两点四十五分开始 对 结束的时候快六点了 是 你说我就是外行了 对 我一直是为了做节目 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录像 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 那个时候 那个气氛 你说啊 就说这一个球星啊 就说点球是他发 但是呢 决定胜负 但是他没发进去 这个事就是是个特别拧巴的事 是特别大的 但不是个案 当然了 这种情况经常有 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 切尔西对拜仁这个比赛 对不对 他拿了冠军了 他就出了这事 像在咱们国家队里面 咱国家队有个叫政治的 对 明白不 我知道 这政治这个老队员呢 他一般俩作用 要不就是给别人制造点球 你比如说前一场比赛 恒大这个比赛 他就起码给人家制造了一点球 这是他的一个作用 给人家制造点球 就自己去犯规了 当然 对 这是他的优势 还有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 给他发点球 发个比 基本上是作用 所以恒大呀 他在打这个泰国五里南 压关的最后一场比赛 最后赢了 虽然赢了球 大概球迷的矛盾 主要对着他 一个是给别人制造点球 第二个呢 在别的比赛里边 经常自己点球 发不尽 这叫点球专家 点球专家 这两个错 犯一个就不容易 没错 都犯上 有一定难度 点球专家 所以也叫倒霉脆的 其实整个政治来讲 整个能力还不错的 我说这种情况 人家也不是天天都这样 没办法 这个足球的东西 真是有个天命所归 甚至我就不懂球的 我就看迷信了 我觉得真是一爆 好像还一爆 你看啊 拜仁慕尼黑 你点球 把黄马给灭了 对 最后你看 你不应该输在点球上 但你输在点球上 你看切尔西呢 说是四年前 争欧冠杯的冠军 输在点球上 所以一爆还一爆 这一次 他赢在点球上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常常是在最重要的场合 又是最出色的运动员 发不尽点球 对不对啊 像这次黄马的两个点球 卡卡跟西罗 这最好的前锋 两个人点球没发进 这一次他们最关键的一个球是 这个罗本 罗本是他最好的运动员 这个荷兰队的前锋 对不对 而且呢 巴萨输的这一场呢 点球谁没发进啊 梅西没发进 对 梅西没发进以后 而且他跟罗本一模一样 他没发进以后 他后面的比赛就淹了 大失准 这个心态就完全 顶不住 就是他这个尤其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点球没发进 所以这个比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没发进的罪责更大 所以我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吗 你比如说 因为你像要好比像我们主持人来说 你得有个心理素质 就比如说你中间说错了个词 口误了 你不能上心 因为这边太多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他说错了 对吧 比如说把这个给导演送花环 说成送花圈 对吧 但是错了之后 你一定得记住经验的 放下这个包袱 因为接下来这节目还没完 你还得保持乐观 把它做下去 但是太多的人 一下就蔫了 这个没法接受了 这有点像罗本 按说是酒精沙场的 你不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什么 他有一种患得患失 你像罗本这样的情况 他跟一些年轻的主持人说错了个什么东西 这不一样 对不对 他说错了东西 他害怕 你说我一新手 这本来我就好不容易 你才让我上这节目 我这接着咕噜出啥错 你走吧 你对不对 他说罗本不一样 他有一种患得患失 因为他这里面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这球赢了 我是怎么着 这球输了 我是怎么着 你觉得他这么短时间还想到这些 你想 对 有关系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中国运动员 当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失误以后 你会经常听到一句话 心理压力太大 是不 不稳定 这句话你应该也听见 对 这跟钱包有关系吗 不但有关系 这就直接就是钱包 您跟我说 我给您说 你比如说 我们看到外国运动员来比赛 因为外国运动员 他把你当成一种游戏 或者本身人家都有工作的 是吧 就捞钱来的 人家就是什么的 我业余爱好 我参加了俱乐部 俱乐部玩得好 国家队觉得这人可以拿来用 他就用了 用完了以后 你还该干嘛 人家干嘛去了 咱这运动员不是 运动员就是纯职业的 就是吃这饭的 你包括林丹 他吃什么 他没有别的工作吗 他就是靠羽毛球 给工资 拿奖金 代言 那欧洲的职业族群 你刚才说 罗本怎么有钱 罗本他也是这个 做一个俱乐部的利益 还有他个人的身价的利益 你想是不是 我觉得他倒没想这么多 但是微博上有人给我发了一条 我觉得特可笑 当他发球的时候 以前在Chelsea的岁月 全部回到了眼前 你知道他原来就是切尔西 原来切尔西的 他成名就在切尔西 多情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但另外一方面呢 切尔西的球迷怎么跟我说 我车的内奸啊 卧底啊 我车的卧底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